好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今晚12時前要做專屬會員 要加入他才可以參與今晚12時開始的專屬直播 有什麼這麼關鍵呢? 關鍵到英超冠軍嘛 禮物浦對曼城英超冠軍前哨節 我們有了正宣陣容 12時開始做專屬直播 雙11開始了 專屬直播就是拿到正宣陣容去預測 大家記得要參與趁熱鬧 多謝 好 接著就說車路士的英超賽孕 主場對水晶功 大家都知道車路士剛剛在歐聯 跟雅積士踢到飛沙走石很精彩 不過浪費了很多體能 要反級 都是要用很多精力 起初我會對於他們回到英超這場賽事 是有一點擔心的 但是青春風暴 青春風暴 青春風暴 年輕人力去力回 看起來其實對他們的考驗 都是OK過關的 他們的體能問題 就不算影響很大 真的好像前幾年的熱刺 真的體能是可以的 還有要稱讚林柏特 讓這個隊長年紀大些的球員休息一下 讓詹斯這個年輕人打入後衛 雖然這個年輕人的連結選擇 還不是很好 有些幼暖 還未夠火候 有時會硬推 但他也確實補充上上落落的活力度 輪換來說絕對有用 還有簡迪的復出 亦是及時雨補充中場的體能 至於水晶宮的對手這方面 我也不可以說他踢得很差 其實針對車路士這方面 他們算多盡力 可能你會問 為何水晶宮 今天不做全場壓迫 和車路士打來回高速球 去放大車路士的體能問題 不過其實這樣還是很高風險 水晶宮是作客 和車路士打來回高速球 放大車路士級數 這個經濟是第一個問題 而第二個問題就是 車路士的進攻點始終都是快速的 所以車路士的戰術就是多變化 可以和你玩來回高速球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 就是11分鐘的時候 水晶宮偶然去全場壓迫了一次半次 接著就被車路士 立即一場距離連結過半場 打個快攻 佩蓮石這個速度型球員 成功衝進去禁區裡面 半彈道吸過對手 然後面對龍門 就只差一腳那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水晶宮 繼續長期和車路士這樣打來回高速球 其實還會快死 所以水晶宮是需要放棄高位壓迫的部分 只是可以一路收縮做中位壓迫 盡量多了做中位壓迫 去嘗試在中線那裡就開始給點隔力 這樣做的話就可以保持後防線有深度 不怕被車路士打快攻或者反擊 盡量拖延車路士猜過半場的時間 某程度上都可以浪費一下車路士中場球員的體能 而且水晶宮是有機會控球 再具體會盡量嘗試控球 企圖就逼車路士收縮一下防守區域 這樣都叫浪費車路士的體能 水晶宮這樣選擇已經是最好的 就沒得再選另一個最好的 而其實水晶宮某程度上半場成功了 令到車路士上半場進不了球 車路士第一次破到密閘那一下 要數到上半場的保時階段 終於都能夠猜到上禁區頂 簡迪派派奧巴咸支點 這下支點非常之美 完全幫到蒙特這個契仔 所以契仔在禁區頂是可以保護到波 不過遲了少少去分到右手邊 給多了時間對方去防守右邊的路線 或多或少影響了 去到最後地波傳中所產生出來的威脅力和效果 不過平心而論 雖然剛剛蒙特交遲了 但今天蒙特在中路做主角 是有少少的進步的 即是有時都見到保護波可以分到哪 不過他上禁區頂和創造力當然不算很好 未算上勝 有時我還會覺得高華錫上禁區頂的威脅力 還是比較大 今天來講 能夠打開紀錄也是靠高華錫殺了重慧再派牌 所以雖然林伯特堅持訓練契仔是有些輕微的成效和進步 但現階段其實還未可以是靠契仔上禁區頂做致命的最後一傳 是需要用到維尼安偶然去禁區頂中間做主角霸了契仔的位置 這樣才可以有第一時間的致命第一次 這個是最後一傳的直線出現 那才最終協助到奧巴咸進禁區裡搞定了 沒錯 今次對方的後防線是有點鬆散 前後期還沒有頂住禁區頂車路士球員的屁股 但事實始終都是要維尼安去禁區頂才做到這件事 這件事可以解釋了為什麼就是上場英超 車路士有時要玩這個就是自由浮動調一下位置 就是想給有些經驗的維尼安 以及能力好一點的配聯石 有時跟蒙特調位去下禁區頂中間做最一傳 去幫蒙特補充一個禁區頂不夠創造力的影響 是一種補救方法去換取訓練契仔在中間做主角的時間 不過我都說了 就是這樣做的話是會破壞整個四二三一結構 以及會破壞 有時會搞到進攻點不拉邊 調來調去的位置就會少了時間拉邊 有得必有失 簡單點說 這種是補救方法來的 是會帶來另一個問題 但是怎樣都好 現階段車路士的成績不錯的 所以什麼時候都說 有基本的整體意識合作性 球員執行到整體戰術和教練的風格 而教練的方向也是合理的話 成績就不會差到去哪裏 車路士可以經常向前組織而不失波 反映之前就是摩拉達的問題 摩拉達在前面做不到支點 那車路士一交上去便失落 摩拉達做不到支點是一個拖累 而事實上今季看到 是巴舒艾伊這個球員最近的支點都厲害了 摩拉達達不到我們對他的預期 是因為摩拉達接受不到新事物 吸收不到新事物 今天車路士可以令到 水晶宮全場只有三次射門 賽事打了一個鐘 水晶宮只有一次射門 車路士很少失控球權 前面有支點幫到車路士不失控球權 結果對方沒有反擊機會 所以對方沒有射門次數 車路士控球在腳很少失 整體意識很支點 而且防守今天都穩定了一點 這跟簡迪復出有絕對莫大關係 同樣要繼續稱讚這個 已經很多場連續不停稱讚的 美國速遞員配連石 今天車路士第一個黃金機會 就是靠他有技術 禁區裡吸過對手而產生出來 跟著比賽過程當中 多次見到配連石成功內切入禁區頂 出現射門機會 他的突破力和射門技術都很好 只不過今天水晶宮大部分時間 都不會和車路士來回高速球 所以放大不了他的速度威勢 但當水晶宮落後後 怎麼都要多了參與全場壓迫 而車路士結果多了空位去打快攻 去到78分鐘 對方全場壓迫失敗了 又縮不回頭 車路士沒有長距離連結 一個半場立刻打個快 配連石推上禁區頂中間做超級連結人 之前我都說過 他今天內切入禁區頂通常都軟射 但這次他又懂得來個變化 他不軟射 他交球 他交給巴舒亞伊 巴舒亞伊的射門失敗 再產失出鴨仔波出來 就是這個配連石很勤力繼續 就follow上禁區裏面 這樣就能夠把握到運氣 撿到雞 沒錯是鴨仔波入球 有運氣參與其中 但是配連石的確做對了連結的選擇 以及努力繼續follow進去禁區裏面 撿到雞 不可以把握到運氣 這個車路士終於都拉開紀錄去奠定勝局 今天的確有點遲才打開紀錄和拉開紀錄 但是車路士有歐聯的壓力 贏即時那場是贏得很辛苦的 所以今天是可以理解一下 為什麼比較遲入球 而來到這裡大家應該要理解一下 為什麼要點擊廣告 因為點擊廣告 點擊廣告 但廣告時槍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才可以令到小弟有收入 謝謝 記得訂閱 按鐘仔方便接收芯片通知 以及用25元的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 謝謝 好了 那就是手機片的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點擊廣告時槍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記得要關掉廣告成績 發現電腦片裡面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有很多廣告 記得要點擊廣告時槍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影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 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的內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